要來問這個小富爸爸 我剛剛講4000塊買174檔就是你 這是剛剛開始起手勢 現在聽說買到700多檔股票了 花多少錢 現在大概不到25000塊 不到25000 700多檔 但是只有各買一股 各買一股部分是這樣子 OK 那你看這個你買零股這麼有經驗 你怎麼看這一次零股型制度 其實零股這一次的 這個盤中交易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說 一般的小支組現在可以開始去購買 高價股 就是高價股的部分 這個是最大的優勢 那在剛才提到就是說 慶如柯提到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進到那個場內去玩這場遊戲 也就是說你這個撮合的機制 次數 比以往的多很多 以往一天只有一次機會 對 就是說我只能夠一次價格掛出去 但是我可能有成交的時候就是用什麼 就當天1點35分收盤的那個價位 對 對那是一個部分 但是現在開始 就看命運的安排 對命運的安排 對 他能不能眷顧你能不能成交 但是那個掛單還是有些技巧 對你只要掛得好的話 你還是都買得到 基本上不這樣 就是都掛漲停 基本上是這樣 那心智呢 就是說如果沒有兩分鐘來算的話 你可能會135次的撮合機會 但如果是現在 講一般都談到三分鐘的部分 大概會有90次的撮合機會 所以相對來說呢 你有機會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去買普通股來賣零股 可以兩邊來做交易 但這有點技術上的問題 買普通股去賣零股 這樣的好處是 就賺價差 因為那個一般來說呢 就是零股的單價會高一點點 對那我可能在大力光 比如說我現在買一張大力光好了 可是我來到零股的盤中交易市場 我可能是大戶 因為我可以切成一千股賣 但是如果在普通股呢 我可能只能安安靜靜的等候大家的拆檢 欺負那個沒有錢的人 沒有錢的人 沒辦法買一張大力光 應該是照顧啦 照顧啦 對對對 分享給大家 創造交易機會 直接窮欺負 對 所以 這是我覺得是 最好的機會啦 就對零股的投資人來說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盤中交易可以參與 這樣的一個活動機會 OK 你更厲害的地方是 你創造出領紀念品的龐大商機 大家都知道 這個紀念品有很多好看 很多人可能很忙碌沒有去領 你是很認真 就這樣子領了十幾年對不對 跟紀念品 經驗的接近起來 差不多 像這個 這個是去年是今年嗎 很夯的 前年 前年的 中鋼的股東會紀念品 對對對 這個到底要買 有多少 中鋼多少的 零股可以買 可以有這麼一支紀念品 一股然後再加 現在要再加 其實現在零股都需要加電子投票 才能拿得到 成本是20塊 成本是20塊 20塊 這支傘 我們今天棚內不適合把它打開 這支傘看起來很厲害很堅固 對 20塊錢可以得到一支這種自動的 對 它很大 傘面超大 對 中鋼保證的 對 這個杯子也是中鋼送的 也是中鋼 也是20塊錢就一個 沒有 我好想買中鋼 他所指的20塊不是每年20塊 是你只要買進20塊之後 以後每年都可以領 都可以 所以我今年花20塊可以一下領這個 一下領這個 可以一直領 每一年都可以 對 OK 你所看到 CP值最高的股東會紀念品還有什麼 股東會紀念品 今年的話 應該就是屬網品 網品可能是最高 就是說你可能大概不到 不到100塊錢 但是你可以拿到 2200塊的券 對 但是你要下載他的App 對 如果過往的話呢 我想像我這個手上帶這個也是 這也是紀念品 這是永大的 對這個 這是黑米手環 對 他其實有連那個App 拍得到嗎 看到看到 他可以 時間啊 然後也可以記步啊 然後 因為我反過來了 他有記步啊 然後也可以撤你的新票 其實 這個也是參加這個 零股的好處 對 有些是零股 就一股就可以 有些是要一張才可以 都有不同的規定嗎 對對對 有些是要一張 對那有些 這樣的規定非常的多 像領紀念品這件事情是過五關床 對過五關床 就是這樣 每個都很厲害財新拿得到 對現在不像以前了 還有什麼 那你剛講的禮券的話 是要有可能是一股就可以買得到嗎 就可以拿得到 不是買送的 對對對 也是有機會的 應該是有機會 但是比如說像今年的話 王平你可能就還要帶身分證正本去 現場 就是股物財的 那對 南部 中南部的朋友來說 就會比較辛苦了 他們 坐一趟車上來 為了拿那個 就會比較辛苦一些 所以就出現了商機 交易成本跟大家看一下 以目前來說 就是零股這個交易成本來說 因為我們零股現在手續 交易手續都是20塊錢 如果我們反算的就是 增交稅的是千分之1.425 來說的話 也等於是說 你要花 一萬四千零三十五塊錢 才能充分使用到 享受到這20塊的 服務費用 所以換言之就是你要投資 一萬四千零三十五以上的 你才等於是完整使用 這20元的手續費支出 所以呢 就是說在交易成本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考量 第一個就是你要可能 要去選擇 就是你要買的 股票 當然如果說你買的 比如說以前高價股 我可能兩萬塊錢買不起 對那這邊有看到 兩萬塊你如果買不起的話 OK你可以看 那我現在買了兩萬塊 那我手續費是 28.5塊錢 對那如果你是 逼 比如說你買的是五千塊 但是你還是要被收 20塊手續費 所以這個交易成本 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你會增加你不必要的支出 那要不你就要選擇券商 可能給你一些 Discount優惠 不然對你來說是成本的支出 額外的 我覺得那些成本都還好啦 對都是還好 因為我目的是為了 領股都會經濟披薩 要投資啦 要投資 50塊 再付20塊的交易成本 你不是賺價莎是領的 這個10拿 穩定獲利 落袋 鋼杯這樣子 OK 那你怎麼去挑選適合做 零股交易的股票呢 有沒有撇步 其實以目前來說 我還是會建議投資 如果說你要做零股盤中交易的話 其實要先了解是 自己的 財務的 結構 一定要先從財務結構下手 比如說 我自己 比如說我自己手上的資金是 10萬塊以內還是50萬以內 還是 以上 或是甚至500以上 不同的資金一定有不同的 郭曜方式 我們剛才舉例 比如說零股 我們剛才設一個可能3萬塊錢 其實3萬塊錢 你也可以買整張的 不一定要買零股 我覺得只剩萬買一張而已 你可以買700多張 整個感覺差很多 你擁有多 但是因為你後續的那個 作業成本 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對賬單是這麼長 很長 那個都是要印完一本 又要換一本 對因為一本能印業資不夠 所以呢如果說你要選擇 你要從那個零股裡面去 賺取所謂的價差報酬的話 目前現況看起來大概就是只能從 比如說比較高單價的這個價位來說 比較有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邊要準備一張表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買一股 其實這個表就 就比較特別 就是說 如果你買的是 10塊錢以下 你買一股也只有0.01的報酬 這我想沒有人會有感的 所以你一定要買到至少要最上面就是1000塊以上的 他一個Tick可能才5塊錢可以賺 你買一股才賺5塊錢 所以這個 這個報酬率你要感受度來說的話會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應該回到就是 拿紀念品感受比較快 那個是非常的辛苦 其實應該還是要賺價差是比較對的 長期來說應該是用賺價差是比較對 那至於你要怎麼去挑呢 一定要從自己的資金 資金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要先從我們資金角度來做分配 你如果說 你大概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有閒置資金 第二個是你有閒於資金 這兩塊 閒置資金是指每月可以 閒置的 就是每個月我固定 比如一萬塊兩萬塊是閒的沒用的 還有一大筆我不用的 那這兩套的規劃方式是不一樣的 對這兩套完全是不同 如果是每月進來的部分 那我就會建議 我就會建議說你可以採取 市場上現在講的定期定額 第二個就是定期定股 對 這兩個是很不同的 對那如果你是閒置資金的部分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說你可能可以去買 所謂的龍頭股 那你也可以做資產的分配 對那我們剛才看到現在字卡上看到這個 裡面就提到說定期定額跟定期定股 其實這裡面有很大的 交易上的差異 定期定額其實它會比較像是一個 純股的概念 對 但定期定股呢 因為 你只要在買了一個個股以後 或者ETF Whatever都可以 一旦你買以後 下個月你扣款的時候 你就會告訴你 你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月是賺錢來賠錢 定期定額你是一萬一直丟嘛 對不管他就一直丟 那你丟一年後你一定忘記說 這一年 我到底丟 你丟到最後是五感 對不對 可是定期定股 比如說我這個月買了 好我要支出可能是一萬零五百 可是下個月我要支出一萬兩千塊 漲了漲了 漲了漲了 有感了有感了 你每個月都會提醒你 有賺錢還是沒有賺錢 所以這個意志力比較薄弱的人 就定期定額 但是如果要學習投資的話 應該要去 參加定期定股 對 以後可以學價差 然後練盤感 OK 所以可以慢慢的從這個零股 除了可以領紀念品 還可以開始 學習有盤感 對對對 好 你是第一次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你700家股票年賺超過10% 你怎麼做到的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購買了一個 就是 零股以700家買完了以後 對不對 那我們很單純嘛 就是 最單純就是領紀念品 那以我們自己的活動 活動的起源開始是 我們自己的 應該說是我們 剛開始的時候做債務協商 那就協助這些債務人 對 那因為有真的非常可憐的人 他們是連下一餐 可能在哪裡都不曉得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發想跟他們講說 你可以去買零股 去試試看 買零股 反正他們每年有紀念品 至少你能夠活下去 活下去才能解決債務 紀念品可以幫你減少一些 生活開支的支出 因為柴米油鹽醬醋 茶的東西都有 日用品也有 什麼東西都有 對 所以等於說那個時候是非常鼓勵他們做這件事情 對但是 剛開始他們可能覺得說我都活不下去了 我怎麼還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索性後來我就自己做了 對我帶了家族做 對那最後呢 就是因為 大家覺得這活動很好 最後才開始在市場上 邀請更多朋友去加入 OK 你看到這個 這邊是你的這些 股東的這個通知書嘛 對 然後這邊又是你的倉庫嘛 就已經堆了無所東西 是光領紀念品 是 這個紀念品的價值 你算過了就多少嗎 你說整個倉庫嘛 我們是用點數來算 如果用點數來算 如果今天我花一樣 我三萬塊拿到了七百 七百家的這個公司的零股 我所得到的價值可以多少 你大概一年可以拿到大概三千到 可能三千到六千點的點數 相當於市價 相當於市價 六千 對 但是你這些商品呢 因為我們 我們沒有所謂金流 所以就用點數給你之後呢 你可以去到我們的商城去兌換所有你的商品 OK 裡面的商品 都是免費的 OK好 就是換句說如果一般人自己這麼做的話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的 如果他願意花時間去做的話 你花個三萬塊的話 你可能得到每年的 換算回來 你得到的產品的這個報酬率差不多是 這樣算是兩趴啦 不知道 是三萬塊 一年可以三千到六千 六千 兩層 兩層 還誰算錯 兩層 紀念品就已經回收兩層了 而且是每年都可以回收紀念品 每年喔 而且你不用再投入資金喔 是每年穩定回收 因為要補充啊 就是有減資你還在回補一下 減資 對 要把補上去 再補回來一下而已 一股要怎麼減資 減資就歸零啊 歸零了 領紀念品有什麼很困難的事情 領紀念品啊 其實 現在的紀念品如果你是領股的部分會比較辛苦一點 你必須要電子投票 對 電子投票後呢 你不見得領得到 你還必須要透過電腦版印出 電子投票的畫面 對但是我現在講的是其中一種狀況 那 印完之後呢 你還要在他規定的時間內 比如三天內 你必須要帶著這張證明文件 然後再帶你的身份證本 然後再跑到那個 那個股物 去領才領得到這紀念品 對那有一些呢 你還要睡覺到 上世衛公司的現場 對 所以呢每一家規定都不大一樣 所以你要領這些紀念品事實上是 要做足功課你才能真的領得起 OK 不過我們今天發現投包離期蠻高 一年可能有兩成 就當初抓著寶可夢的心情 出去找找 把股東紀念品抓保抓回來 把股東紀念品抓起來